當時大法官有做了解釋 大法官雖然在成績上是做了解釋 但是在這個解釋中 他很明顯突出 就是說停建何事 當時行政院停建何事 並沒有違憲 是為了生存權的保障 跟環境安全的保護 在那個大法官會議解釋以後 朝野就達成揮合家園的共識 通過環境基本法 環境基本法就明明是 要逐步實現揮合家園 那現在何事再讓它動 這不斷違憲也違法 通通違法 通通背禮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大法官 能夠進一步 進一步來解釋 這個何事的預算是違憲的 那立法委員審查預算是他們的實權 那審查這個預算 是不是有沒有違憲應該要確定 所以在依照我們大法官的 會議的解釋法 我們是申請這個解釋 我們現場來到請到的是我們的前行政院長 謝長廷 謝長廷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現在先把 15 條規定 人民公支生存權 英語保障 那你用生存權來提到合適的理由 你怎麼去做一個我們所謂的連結性 它的因果關係是怎麼把它連結起來的 对,这个生存钱,基本上消极面当然,就是政府,比如说国防,还有军队,来保护人民不受外国的侵略,这是一种生存钱,另外就是说,比如说取缔黑社会,取缔暴力,保护人民的身体的安全,这个也是生存钱。 那积极方面,政府要提供一个适合生存的环境,让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是世界的人权宣言里面的? 对,所以现在这个核四,尤其是日本的福岛核灾以后,其实这个已经越来越明显, 因为我们对这个废调料也没有办法处理,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对立,大家都活在这个核四,核灾威胁的恐惧之下。 好,那我们自己立法院也通过环境基本法,那也通过,现在也有个草案,要推动这个辉合价格的这个法律。 但是一方面,不是逐步废除这个核农场,而是要增加核四新的核农场的运转。 那这个是不是跟这个我们的宪法跟法律完全变连? 哦,这跟立法,精神跟立法理由,有背道而鱼的状况存在咯。 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一直思考,从日本核灾以来,一直思考说, 台湾有没有一个方法,彻底来解决,我们这个工业,坦白讲,这个核农场也是历史工业。 那这个工业有没有一个让朝野,不要浪费那么大的资源在对立。 你看看,我们现在核四的问题,大家投入那么多的资源在那里对立。 但事实上这个利害是大家在与共的嘛,这个核灾以暴发,其实是不分党派,一立平党。 除非你能逃在阳明山那个地道之下。 还给他留正值五年,还能够。 对啊,通通通通通通完蛋。 所以我们应该,应该大家去想一个根本可能解决的办法。 我认为,其实是提高到这个宪法的层次。 他来探讨说,我们对生存前, 那如果核灾发生,也不止生存前,工作前,迁徙自由,财产权。 财产权,通通通都没有了。 宪法15条的明明是生存前,工作前,财产权权,因果以保障。 结果这三个权是最基本的,都没了。 对,那你看现在胡岛能够居住迁徙的自由都没有, 你不能回到我故乡。 所以这一个问题,没有办法去解决。 那何事继续让它运转? 那是不是一个违背宪法的一个基金? 那他不是说给你们公投了吗? 那公投不是就决定了吗? 现在公投提案人策案嘛。 所以大家也陷入不知道怎么办。 我想朝铁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用视线来代替他?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大法官用更进步的精神来宣布说, 这个是违缓我们的宪法权权权权的保护的精神的话, 我认为是根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议长? 有人在说说道法官都是马英九提名的啊, 都是马的核心人物啊, 马英九的思考就是这样子, 他提名的人思考可是跟他一样啊。 那不一定看他们的任期比马英九九。 所以也许他们也会对历史, 对子孙人来负责。 而且他们本身又厉害啊, 因为这个核灾, 胡思设是不会说你是道法官, 或者你是国民党, 胡思设就赏过去了。 这个大家命运是与共的。 不过他不是常常讲嘛, 美国马克力是永核电啊, 日本核电也没有完全关系啊, 所以我们今天提出这个, 有提出说台湾的特殊性跟核式的特殊性。 台湾第一个狭小, 面积小小,人口密集, 要疏散,我们不像美国, 像日本有那么大, 日本现在比我们大很多, 但是他现在疏散都有问题, 那台湾更有问题, 台湾要像日本那个标准疏散, 我们要疏散到台中, 台北要疏散到台中。 那南部就出个问题了吗? 南部就到新竹来, 所以这个都不可能。 大家都集中在台中? 都不可能。 不可能啊。 所以说, 这就有问题了, 第二个我们在地震带, 我们有海啸, 有地震,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很特殊。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提到核一到核三, 因为那时候是戒严, 康乱世纪, 这三个核能场在建的时候, 台湾其实是戒严。 所以我们? 人民也没有那个姓瓦的意思。 也不敢反抗。 那时候, 对, 也不敢讲。 另外, 在那个时候, 坦白讲, 这个名字也未开了。 新竹季也正好在高度成长, 在那个六十年代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可以用公共利益来谈这个问题。 有时候他可以谈说, 这个要创造公共利益啊, 这个经济要发展的秀店啊。 那现在我们今天提出的时候, 我们有特别强调, 第一个, 现在核市场已经没有办法创造任何公共利益。 没有办法用这个做理由, 来建这个运转这个核市场。 因为第一个, 现在我们并不缺电啊。 第二个, 我们应该积极去发展这个再生能源。 我们台湾有太阳能, 有风力发电, 有低热发电, 要积极去发展。 才能走在会合家园上才能够到达。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现在在执政他们说, 我们都已经跟中国, 已经几乎有一些可以讲好了, 他帮我们处理核废料啊, 处理核废料, 那我们的核电厂就可以继续运转啊, 就没有问题啊, 我们的核废料可以处理啊, 也在谈啊, 中国会帮助啊, 他蛮很久是这样讲啊。 这个两个问题啦, 一个就是日本昨天, 开始他们这个湖岛的核能厂, 开始要汇茶, 开始要把那个核汇料, 就是用完的核能燃料棒, 跟还没有用的200二支的燃料棒, 要拿开啦, 昨天一天才拿叫四支啦, 他们总共有1500好像33支。 1500三三支, 算1500好了啦, 一天拿四支? 那我们就要四一八钢? 对,才要一年多。 一年多? 一年多。 那这个哦, 当然它好久来集齐的话, 就不要了。 但是我们的燃料棒, 用完的是16000好像455支啦。 那我们要4000多天? 它那个长子要完全汇职, 要处理要44年。 所以这个东西, 讲的核位叫昏南, 是在地底下好像500公尺, 因为它那个是冰, 寒带嘛。 我们台湾啊, 没有这个土地, 那你就要拿到中国, 以前我们曾经想要拿到北韩啦, 结果沿路的工会, 码头都几绝, 而且现在依照到国际公约, 这个也都有问题。 有问题, 对。 有问题, 因为你这个码头的工人, 因为你这个危险物资发生的时候, 所有的码头国际加工都死掉, 经过的国际加工都会危险嘛。 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切实际, 最后都要自己来处理,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处理, 我们那个水池里面都已经爆满, 已经超量, 不知道怎么解决。 日本现在要拿掉, 你看看, 要很谨慎是最危险, 现在日本处理这一个阶段, 是最危险, 也是最困难。 就像昨天开始, 那我们看他们再来想我们, 我们怎么办, 我们其实是活在这种恐怖之下。 我们的技术还没有日本高明的, 没有日本先进的。 就是说这种核汇料, 无色的管理, 比管理沙拉油跟橄榄油, 要困难几千倍啦。 如果你没有能力去管理橄榄油, 我们就不相信他能管理这个核汇料。 这个比喻讲得太好了, 不过, 马英九讲过一句话, 他说, 兴建核资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公共利益, 你现在说不要去, 你这算是公共利益呢? 所以我们有提, 现在我们台电, 兼台电的调查, 我们现在其实并不确定, 因为大家要有一个常识, 我们经建会长年的经济发展, 每年是百分之四, 但马英九在选举说百分之六, GDP嘛, 百分之六, 我们现在实际还不到二, 但是我们的电量都是根据, 我们经济的发展, 跟马英九的政治承诺, 去设计这个电量, 去规划这个电量, 其实现在都是有剩, 因为有剩,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去用掉, 民间啊, 那种解约啊, 现在很非常复杂, 因为你要根据经济发展来, 规划这个电力嘛, 那事实上你想想看看, 百分之四的长期规划, 马英九的六%, 马英九讲六%, 电力一定要准备六%, 不然的话经济发展六%, 我们现在保二都不可得, 我们现在保二都不可得, 所以你说电子怎么会切, 如果马英九我会告诉你, 大招怎么在里面啊, 人民们相信我, 明年年起搞不好, 他经济传统要七%,八%, 他搞不好给你来这一招啊, 没有啦, 这个, 因为我五年前讲六%都做不到, 现在讲明年起怎么样, 先把过去的承诺, 看能不能做到, 先算就账, 不是, 过去的每次都跳票嘛, 这个经济也有一个基本原理, 不可以说明年突然变成十八了, 全世界都这样子, 所有的科学都推翻了, 这是不可能, 那我是觉得说, 其实我们现在并没有缺电, 而且那个备用电量也太高, 我们上次在这里就有讨论过嘛, 那备用电量本来二十, 我把它删掉十六, 他满英九就只有变成二十一, 二十八, 每一%都一百亿亿, 所以他是在浪费, 他这次是在浪费我们很多钱, 所以每一%的备载容量, 都浪费我们全民一百亿亿的台币, 所以你看看说, 我们浪费了多少钱, 我们的备载容量, 满英九又把它提高成这么多,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的钱落在那里, 大家了解, 休息一下, 回来, 我们观众朋友, 来看看我们的来宾有问题, 要来请教我们的谢院长, 更精彩在后面, 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到现场, 下车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